释迦佛神通第一的弟子墓前怜,到底有何神通? 释迦墓里有十大弟子,各有各初中的方面。 其中有两个弟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好朋友, 他们都出生在当时地位尊贵的婆罗门家庭, 在优越的物质环境中成长。 并拥有众多的富裕家庭的追随者兼玩伴, 他们就是墓前连和舍利福。 为简单起见,我们就直接用他们成为释迦佛弟子后的名字。 寻到,墓前连和舍利福, 住在摩羯陀国首都王舍城附近, 两个乡邻的村,两个家庭向来交好。 有一次,这两个朝气蓬勃的朋友, 又和众多的朋友,去参加了王舍城一年一度的节兴活动, 可是活动结束后,他们不约而同的感到, 这一次不再像过去一样感到快乐,满足, 竟然都高兴不起来,反而充满惆怅。 两人见面彼此一交谈,都感受到生命的无常。 巫师决定舍弃家庭和财富,出去过沙门, 泛指所有出家修行,一起时为生的人的生活, 就是无家的托波风,寻找究竟解脱生死之法。 当他们把自己的决定告诉追随者时, 大部分年轻人,决定继续跟随, 他们寻找生命真谛。 他们跟随过老师,和许多有宁的沙门,和婆罗门对过话, 但是走遍印度,他们感到都没有找到不死之法。 巫师约四十岁的时候,他们回到了家乡, 借住在他们曾经的老师那里, 相约分头出去寻找真法, 谁先找到就迅速回来告诉对方。 得欲佛法,就在他们回乡前不久, 是该莫尼佛,已派出首批弟子外出传法, 而佛陀本人则到了摩基陀国, 他们的国王很快成为信徒, 并把竹林经社,献给了佛陀。 一次舍利福外出碰到佛陀的一个比丘, 交谈后立即感悟到, 这,就是自己要找的, 回来马上告诉了目前连。 目前连听说佛陀, 就住在离这不远的竹林经社, 巴不得马上就去, 但舍利福想先告诉他们曾经的老师, 或许他也会一起去找世尊。 然而这个老师放不下已获得的名利, 还想让他们俩和他一起合伙。 当然目前, 连和舍利福两人明白自己找到的是什么, 不会为名利所动。 结果这个老师, 差不多五百名弟子, 其实当初很多也是跟随牧前连, 和舍利福来到这个老师这里的的一半, 却追随牧, 前连和舍利福, 一起去找世家佛陀。 这个老师看到失去这么多弟子, 气急败坏, 口吐鲜血, 正阿罗汉果成为佛陀的上手弟子。 他们这批人来到佛陀这, 抵受戒后, 听闻佛陀的教导, 开世, 陆陆续续, 都成为了阿罗汉, 也叫罗汉, 而目前连和舍利福, 在很短的时间内正的阿罗汉果后, 世家佛就宣布他们两人为上手弟子, 协助佛陀管理僧团, 并指导其他僧人和信中, 帮助世家佛做一些事。 佛陀晚年每当身体疲惫时, 总是交代目前连, 舍利福和阿南, 随是佛陀身边的十大弟子之一, 三个弟子带他传法, 目前连则成为世家佛时代弟子中的神通第一弟子, 其他弟子也会有某一方面的神通, 但是目前连的神通表现得最全面。 目前连的神通, 目前连拥有六大神通, 神族通, 天眼通, 天耳通, 他心通, 宿命通, 以及漏尽通, 前面五种神通, 在世间法中修行的人就可能出现, 而漏尽通则是出世间的证悟, 永远不生烦恼了。 出了三界阿罗汉是出三界的最低一个果位, 的, 都有漏尽通。 这些神通又可以展现出不同的功能, 他心通就是可以知道别人的心思。 一次, 一位尊者在独自作禅时, 正在思考一种能够达到圆满的修法, 目前连就知道了, 巫师就用神通出现在他面前, 请他详细讲讲这个修法。 目前连用他的天耳通, 天眼通, 不仅能听到看到我们这个时空发生的事, 而且能听到看到其他时空, 如天界, 地狱等不同时空发生的事。 有一天晚上舍必扶去找目前连, 看他外表安详, 问他, 说是正在与世尊交谈, 而佛陀此时与他们相距遥远。 原来目前连, 是在运用天眼通与天耳通, 与佛陀, 以心灵能量进行交谈。 目前连用宿命通功能, 可以看到具体的个人, 因为在人间善良正直, 离世后转生, 在天界某层天得福报, 或者游屋作恶造业, 死后下到某层地狱, 受恶报, 等等。 神足通就表现, 在他可以原神离体, 直接去到不同的境界。 比如当佛陀在天界讲法的三个月期间, 目前连就曾直接去到天界佛陀那里, 向他报告僧团发生的事, 并请佛陀指导。 有一次, 住在寺庙陆母讲堂里的比丘门, 整日盲屋琢视, 忽视了自己的修行。 佛陀知道后, 就请墓前连, 用神通去警醒他们, 认真修行。 乌世, 墓前连就用脚趾动摇陆母讲堂, 激烈晃动的程度有如地震, 使比丘门受惊, 纷纷放下俗念, 回头接受佛陀的指导。 墓前连也有班运功, 他曾经从喜马拉雅山, 取来莲花, 给舍利福治病。 他还为独孤长者, 搬运过来一株菩提树, 让他种在奇缘经社。 此外, 目前连还可以像孙悟空那样, 用神通变化。 有一次, 佛陀和五百比丘一起去拜访 立天三界内天界的一层天, 他们从一个龙王的住处上空经过, 这个龙王很恼火, 就去报复。 龙王施法使整个世界陷入了黑暗。 有几个比丘想去见龙, 佛陀都没同意, 因为他知道龙王的凶猛。 到目前连提出自己去时, 佛陀才同意了。 目前连把自己也变成一条大龙, 和龙王土焰放火进行激战, 然后又接连变化成各种大小的形体, 让龙王只有招下之功, 没有海手之力。 最后他变化成龙的天敌, 带鹏金赤鸟, 龙王只得投降。 被目前连带到佛陀念前求饶。 神通不敌月利。 在释迦牟尼佛涅槃前半年, 两个同日生的朋友中屋被死亡拆散了。 舍利弗在自己出生的房间里涅槃。 顺便说一下, 舍利弗的三个兄弟和三个姐妹后来, 也相继在佛陀的僧团出家, 并都挣得阿罗汉果。 唯独他的婆罗门母亲, 一直对释迦佛和他的信中心怀敌意, 在他们沿路脱波, 要饭到他那里时, 他一边给他们吃的, 一边辱骂他们。 因此舍利弗知道自己该离世的时间后, 选择回家涅槃, 度化自己的母亲。 最后这个母亲, 目睹一些天神来来欺欺礼敬自己的儿子, 在听儿子对他说法后, 改变了信仰, 只怪儿子没有早告诉他。 儿子涅槃后, 他拿出一坛坛黄金, 为儿子举办了神圣庄严的葬礼。 目前莲是在舍利弗涅槃后两个星期遭难离世的, 他们都是八十四岁。 佛陀在他的两位上, 守弟子, 去世半年后涅槃, 当时是八十岁。 释迦牟尼佛在适时传的是正法, 因此他传的佛法越来越兴盛, 当时摩基陀, 国, 很多其他教派的沙门, 都改信了释迦牟尼佛, 这些外道因为, 失去了信徒而妒忌, 憎恨。 而目前连在佛陀的僧团四十多年, 他又神通之道修正法门的, 和修那些外道的, 此后的不同去向, 会讲一些这方面的事情, 也有很多人因此皈依正法, 因此那些外道把矛头指向了神通第一的墓前连。 但是那些外道中的沙门, 不敢自己去杀墓前连, 他们从信徒那里募集金币, 收买了一帮匪徒, 让他们去做这个事。 那时目前连独自住在王舍城外黑石窟的森林中, 他知道自己的末日已尽, 他并不想用神通延长自己的寿命。 当他看到匪徒接近, 时就知道他们的目的。 虽然他并不怕死, 但是为了不让凶手遭到谋杀的可怕夜暴, 当匪徒到来时, 他用神通回避了。 匪徒不甘心, 又多次来, 他都用神通回避了。 直到最后一次, 那一刻, 目前连, 突然失去了主宰身体的神通。 原来是因为许多杰以前目前连曾杀害父母造下的可怕夜暦, 当时他掉入地狱无数年报阴还未了结, 来到最后这一刻了杰。 结果匪徒把他打倒, 击碎他的骨头, 认定他已死亡后, 把他的身体抛入一堆灌木丛中, 后逃走去灵赏金。 然而目前连身心的意志力非常强大, 他恢复一时后, 灵空来到佛陀面前, 宣布自己即将灭盘。 佛陀请他为僧中做最后开示, 误示他展现了种种神通奇迹, 顶礼师尊, 向佛陀告别后, 回到黑石窟进入了灭盘。 wokeそ, � hill合影 superviso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